哈啰 文文 我有話要跟你說 我今天收到這張通告是 我的工會 關於我們的新的合約 我和你分享一下 哈? 什麼工會啊? 我不是很問你說什麼 你先坐吧 文文 我告訴你這張通告關什麼 什麼啊? 這張通告 它說到是時間、地點 我們的原因 會將會發生什麼事 當我們會議會議後 工會會議會議後 讓你看一看有不合法 文文說我放在我的書包 但是為什麼無緣無故要罷工 罷工要示威呢? 不一定要罷工示威 它說呢 去那個星期六 去那個 Villian Hall 它有個地址 我遲些 星期六 我要去那裡 那它的 委員會呢 就告訴我們 出席人士聽 簽名 誰出席 然後告訴我們 他跟我的公司 將會 因為那個合約已經結束了 上年十月大約 延伸了 至到 三月 最尾那天 我們的合約就會結束了 如果四月一號沒有合約呢 就怎麼做呢? 通常我們Union 那天 開始 每個人都不上班 就拿橫額去他那個 街道上 在他門口那裡 告訴別人 我們要罷工 因為他對我們的福利 或者 薪金沒有改善 這樣不好嘛 但是 這樣會不會影響我們 山仔沒有保險的 所以我去那裡問他 有很多事情 是覺得 如果我不去那裡 就 不能夠 問第一手 資料 因為他們是 一些Union 是組織了 可能會聽 美國的Union 有百多年歷史 就是說 通常我們那些Union 屬於幾大勢力 他們也是 嚇死你了 多勢力 不是你一勢力 就是說 如果 如果你一個人 會怎樣 又是 如果你一個人 跟他談判 好像你做老師 跟你的校長說 我要加薪 我要福利好些 一個人的力量 他會推開你 說 我遲些立他 但是這裏團結的 他有幾百人的 就是 這裏叫做 我說這些勢力 不是那些勢力 這裏叫做 幾百人一起 不做工 停課 停成 那他才有 就是 Focus 在你那些人身上 應不應該答應你的 新的 建議 給不給你新的福利 你也加不加薪 但是今天才是二十幾號 二十六 就是今個星期六 哇 這麼刺激 兒子快要出生了 如果晚上沒有保險 還是很糟糕 美國的時候 都知道 面對一些東西 有沒有 就要問 那些 院人裏面做的那些 執事 那些 問題有什麼 叫2nd plan Pan B 好啊 如果大家還想知道 我老公的薪金 假期和醫療保險 有沒有受到影響 就記得留意我們 下集的分享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by bwd6